为什么说巅峰泰森是一个穿着裤衩的摇钱术 为什么说泰森在全台上赚钱的速度可以秒杀100台验钞机 一台验钞机一分钟可以数1000张 90秒可以数15万 而泰森在33年前曾用时90秒赚到3000万美金的出厂费 相当于200台验钞机同时开启的速度 30多年前的几千万美金跟现在不是同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就好好回顾一下33年前全台上发生的故事 泰森跟麦克斯·宾克斯的比赛 阿良之前在小视频中简单说过几句 这场比赛发生在1988年6月27日 话说泰森在1986年击败博比克 20岁的泰森也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冠军 接下来泰森一发不可收拾 先后击败托尼塔克、拉里霍姆斯等名将 成为WBC、WBA、RBF三条金腰带拥有者 泰森的对手斯宾克斯也有着辉煌的履历 曾拿到奥运会拳击冠军 在1983年又得得WBC次重量级冠军 多次未免后升入重量级获得RBF重量级冠军头衔 由于斯宾克斯拒绝法定位免战 被强行剥夺RBF冠军腰带 有意思的是泰森当时战胜塔克夺得的RBF冠军腰带 就是从斯宾克斯手中剥夺的 所以即使泰森完成了统一 但在一些媒体眼中 没有对阵斯宾克斯就算不上所属级别最好的拳王 当时斯宾克斯仍然拥有拳坛杂志冠军腰带 斯宾克斯是31战全胜 而泰森34战全胜 所以泰森跟斯宾克斯的切磋 不仅牵扯到四条冠军腰带的归属 还将会揭晓谁会被打破不败今生 种种悬念与看点做铺垫 这场世纪大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价值 成为当时拳击史上最富有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在泽西州大西洋城打响 赛前被认为这是一场势惊力敌的较量 然而比赛当天的情形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比赛一开始 泰森率先发动进攻 左上勾拳和右手对着身体不断中击 迫使斯宾克斯只能采取搂抱 赛前斯宾克斯的团队质疑泰森的拳套有问题 并且多次检查拖延时间 斯宾克斯一方觉得这样可以打乱泰森的心智 以便于放缓比赛进入自己的节奏 很显然这并未起到什么效果 比赛刚过一分钟 斯宾克斯被堵在围绳边 泰森左手上勾拳加右手摆拳击肋 斯宾克斯被中击后单膝跪地 裁判在独秒数到8之后 斯宾克斯选择继续比赛 可几秒钟之后 斯宾克斯再次遭到中击 怦然倒地 这位全世界拳王当时被看作唯一一个可以击败泰森的家伙 只坚持了一分半钟 这场比赛后 斯宾克斯当即选择退役 32岁的年纪本可以再多打几年 无奈拳击之心被打碎 此后也没有选择付出 斯宾克斯技术精湛 左次拳运用自如 唯独力量稍差 多年后 斯宾克斯回忆这场比赛时说到 第二次倒地后一切都结束了 身体仿佛在悬崖边倒旋 脸上似乎有千万只蚂蚁在爬行 这场比赛斯宾克斯的收入也是千万美金级别 拳击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体育运动 但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 有些人在成为世界拳王的前夕 还在做搬运工 有些人仅凭借一场比赛 就可以登顶年度运动员福布斯排行榜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